一样的吗 我看一下 放大一点 一九五四 你看 一九四八四六 头大一点 头大一点 近一点 再近一点 你看这数字都对上了 一九 你看这里也变了 还没有 对上了 所以就相当于 这里的数字跟那里 已经对上了 我们这个目的只是为了 对到那个实验室 放样品 操作 我看一下 你现在操作一下 每一台操作 我不是很熟练 嗯 运行停止 运行停止 看一下 还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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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延时 好 停止了 没动了吗 你再点一下运行吗 他还在跳啊 你再点一下运行 你再点一下运行 他刚刚还在跳啊 他刚刚还在跳啊 空洞 等一下 现在看有了 那两个桶一样 现在就通 不要动了 它有 一点点延时 有点点延时 有点延时 这个洞 这个洞 都会有点点延时的呀 你再切吗 切换 切换 等一下 我再切一下啊 现在是冲洗吗 不是 你上去一点 看不到 你上去一点 对上了 嗯 这个 这个现在 这个 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这是真正的 就是数字化实验实的 这个就不是实验的 对吧 这个就不是实验的 这个就不是实验的 对吧 这是真有东西了 对 这相当远程 我们已经是web形式 在这里展现这个操作指定了 是 那么我现在要客户在那边 客户在客户线上看这个东西 是可以的 对 可以啊 可以的 客户我们有这个网址的 你看我们不是统一 到时候把这个账号给客户 对应他进来就能看到了 这个对应的权限开给他 他就能看到了 对应的权限开给他 所以我们多方可以实现 对 对 包括客户能看到他的订单情况 包括他的手机端 我们先谈这个功能 对 这个功能 一个客户可以 购买之前可以对我们进行了解 明天几个专家 让我们每个专家把它打开 第二个就是 我们我们给客户做远程安装调试 对 就是这两方面 做实验 明天有很多专家 让每个专家打开他的手机 能不能看到 手机 我们这里 新生的 刚许和不是登进来的吗 哦 他进来只是看到视频而已 可以 他可以看视频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进我的系统 他这个系统是电脑的那种 对 用电脑他可以对吧 嗯 这个对了 那这一套系统还是挺过硬的 这一套系统现在是可以投入使用的 一个是促进承担 另外一个是促进安装调试 或者是检修 比如说作为我作为一个销售员 那我怎么给客户去介绍这个 你这个东西要 我就给客户展示这个产品 我们把实验史的对应的设备 每个每台一期都会对到那个设备 只要电脑员进来 我要操作哪台 比如我进来以后 他要看哪台 我就进哪台给他看 我就操作给他看 而且我这台一进来 我们要做一个设备 要做一个介绍 公司员工介绍 对不起